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隊中午隊以大數序分析發現 有金融賬戶異常交易 警察於是有不法分子成立假投資詐區水房 運用收購人頭賬戶作為洗錢詐騙工具 再以假投資手法詐騙被害人 待張款承轉後隨即提零 案件結合男子分局成立專案小組 並報警橋頭地檢署指揮偵辦 該詐騙集團會規避警察查去 不停變換水房據點 行蹤票物不定 維京專案小組切而不捨追查 全案於日嫌時機成熟之際 此搜索票、拘票前往台南市東區查契 當場查後防信主賢等商人 涉嫌詐騙水房 並查購手機6支 新台幣135萬元 電腦、點鈔機、提款卡、自小客車等相關張證物 全案依違反詐騙及洗錢防治法等罪嫌 移送橋頭地檢署偵辦 調查發現該集團以賴投資群組作為誘餌 先寬辨及介紹被害人加入假投資APP 是被害人遇出軍時 再也需繳交保證金等費用 持續詐騙錢財 被害人最終無法出軍時才軍銜遭詐騙 全案初估 該集團不法所得約新台幣2億元 警方在此呼籲民眾投資理財時 允許正當官方管道查證 於介貨可疑詐騙訊息時 不依照訊息內所留聯絡方式聯繫 可直接撥打165反詐騙專線 24小時都有專人提供即時線上諮詢 6 cohesive 即時銜遣 解讃 圍 文 網紅